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欢迎收看海洋频道 天天都出现不同的异象 火山大爆 世纪大灾前照来临了吗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火山的危机 这个火山危机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附近的塔尔火山 22日攀出高于平均水平的二氧化硫和火山烟雾 看到没有 除了促使当局发布健康警示通知 并关闭五座城市和数十个城镇的学校 所有学校都停课了 官员也呼吁民众留在室内不准外出 你看看变成这个样子的灰蛮一堆啊 火药的火山太多了 路特报道呢 塔尔火山高311公尺 位于马尼拉南部巴达雁省的塔尔湖 是该国24座火山中最火药之一 看到没有 菲律宾国家火山学和地震研究所指出呢 观察到塔尔火山口湖中的火山流体上涌 导致火山气体的喷出 好那接下来呢 夏威夷 夏威夷大岛呢 吉劳雅火山呢 9月10号开始喷发 又是大规模喷发 熔岩只受制于火山口底部 所幸并未扩散 这也是劳雅火山一年内第三度的爆发 地球整个都是像火球了 从世界各国的火山爆发 我们就知道这世界已经跟以往不复重见天日 我们的美丽的海洋 美丽的天空 美丽的森林都不见了 现在看到的就是一团一团的火焰 好 夏威夷老基亚火山这次喷发是 今年1月跟6月的第三次喷发 9月10日下午开始流出熔岩 飞航警戒等一度调升到红色颈级 好 喷发之前呢 更发生多起有感地震 山顶也有快速熔起的现象 相当的惊悚 它整个山顶是一直在熔起 所以它下面的熔岩是往上推积的 好 夏威夷这样的火山呢 上一次喷发是2018年造成大规模的灾难 好 当时的裂缝喷发造成24人受伤 数百栋房屋损毁 数百栋 听清楚 你们在下方留言吧 造成总计8亿美元财产的损失 相当严重 意大利也来了 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 8月13日再度喷发 在大量熔岩跟火山灰的影响下 当时西西里岛的东岸最大城 度假圣地卡塔尼亚的机场 全数航班都被迫停飞 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高的火火山 过去50万年里频频喷发 是一座相当强烈的火火山 而且每一次的喷发都非常令人惊悚 伤害非常之大 日本富士山很害怕 富士山 当天9月8日凌晨至9日 该地区已发生超过200次有感地震 专家表示 图格纳群岛是日本屈指可熟的火山密集地带 地震如此频繁的状况确实不寻常 是火山活动旺盛的象征 恐有大规模喷发的风险 大家也知道鹿尔岛一天可以震两三百次 现在又是来了9月 9月已经连续一天震了两百多次 那看到日本的火山是不是会继续喷发呢 我说它会引发大灾难 因为海底的火山爆发也可能引发海啸 如果它的级数是超过瑞士规模9的话 那简直就是翻天覆地的悲惨世界了 好 随时要小心 ION报道 近期研究表明气候变迁程度越来越大 火山爆发的频率也越来越多 火山学学者分刻说 虽然预测火山爆发防范火山灾害的能力 以随着科技进步许多 如果未来出现超越历史规模 等级的火山爆发 还是要做好防灾准备 八级到九级的大地震的话 那就是人类灭绝的开始 好 到处都有 我告诉各位 全球接燃 印尼也是一样 菲律宾也一样 我们还没有写到菲律宾 还没有写到印尼 我们还没有写到呢 美国的其他的火山 我告诉各位 如果在做下去 你们每天晚上都会睡不着觉 因为我做这个节目 做到令我都觉得非常惊悚 也令我非常害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火山恐大爆发 现在大家都很怕大屯山的火山一旦爆发 恐怕波及的到台北市来了 更土力火运翻转 火能量 你没有发现吗 台湾最近 我一直在讲 我前一阵子 帮我把前面做的 四十九天还是几天 那个节目 还有七十九天 两篇节目 重新repeat给大家 在中秋节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做点警讯 好不好 那另外的话呢 你看到大屯山 大屯山 那双重夹杀 地震爆火山 天地皆有异象 全球最恐怖的 两大火山爆雷了 好 那所以呢 富士山也跟台湾一样呢 岌岌可危 来阴导火山再喷发 日本的阴导火山也在喷发了 好 这些呢 都是呢 在火环带上的国家 好 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上一次的大地震 金属到下十 还有不要忘记了唐山大地震 不要忘记了台湾的九二一大地震 台湾的很多很多的白河大地震 嘉义大地震 梅山断层 还有呢 我们呢台北市呢 以前叫做台北湖 所以呢 我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说呢 如果你是住在台北市的朋友 你的围楼已经很老吗 你要小心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看到呢 大直的基态建设 挖个地基呢 左邻右舍呢 整栋房屋都垮了 现在还发生了 在北头啦 北头 今天的新闻又出来 北头又一栋大楼 旁边在挖地基 整个楼层都断裂 墙壁的手还可以伸进去 现在大家急着逃亡去了 忙着搬家了 另外 包括很多的地区 我们台湾 很多的天坑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一个比一个大 这个地呢 已经不再是安全的土地了 这样大家很清楚吗 八百更运 翻转了 希望大家好好 适合一下 我们如何爱这个地球 不要忘记了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 谢谢你们 帮我按赞分享 多做功德 按分享 谢谢你们 还没有订阅的 请你们按订阅 也是对我们整个团队的 组织 给我们的一点 让我们更有动力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